大家好,今天5月10日 然后密挂种植 受粉的第53天 应该快可以拆了吧 那个叶子全部都枯了 都快干掉了 然后刚才全部 再把它称了一下 就是 现在这一粒的话 受粉第53天 今天5月10日 就是有 4470公克 有4公斤多啦,这一粒 然后这一粒 这一粒先 太阳射进来 应该看到吧 这个就 4940公克 也是接近5公斤啦,这一粒 然后这一粒 这一粒是最大一粒 应该不能再大了 五千七百三十五公克 就是5公斤七百啦 这个就是 受粉的第53天 四千 四千三百九十五公克 四公斤多啦 就是这一次种的最小 也是有四公斤多 然后 这一粒就 掉不到了 因为它太高啊 要拿上去都顶到上面了 所以这个我就没有称啦 应该也是会有 四公斤多 应该是 然后 最后一粒 这个叶子很早就枯了 那天出院的时候就枯了 刚才我压的底下 好像有软一点点 但是 这个不知道什么蜜瓜品种 只有嗅到牛奶味而已 就是这个有 四千五百二十公克 有四公斤半啦 四公斤半胎茎是多少啊 呃 一台进六百克 什么 然后前面的 就是前 就是前 一个星期多 就是出院的时候 每一颗果 我都留到 不是很美的 那个果 就是全部你看那个果全部歪歪的 就是棚内的不是很理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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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那天出院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去 专注啦 西瓜那天断很多 我拿去给朋友的 哦 哦 那个 虫来咬叶子 我觉得几个都不同品种 那这里还有一颗咯 去后面看一下 后面的这几天也是有 有受粉的 你看 后面拿下来才二十 应该是三天二十四天 然后后面的 那天拿下来的 呃 呃 第二十一天 就有一朵 雌花开了 然后第二十二天 就是有六朵雌花 二十三天 也是有六朵 今天也是有三朵雌花开了 但是这次后面的 有三棵啦 到现在都还没有吃花 你看 要把这个 这个都是吃叶子 要把它抓掉 这是后面比较有希望啦 因为那个菜棚的 又没有位置 就把它歪歪歪到 然后 又断了一棵 菜棚的 所以后面会比较好一些 好啦 今天记录是这样子啦 这个是 呃 第二十一天 有 就是开始收粉期啦 哦 今天的记录 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啰